民眾黨新主席市場參選人高宏安 近期陷入了論文抄襲 以及佔學歷的兩大風波事件 我們來聽一下民眾的看法 對於自己的背景有自信才在講這種話 有經過學校的認證其實很OK的 覺得不需要說一直去攻擊人家 說他高傲他可能有他自己高傲的地方 就只要證明他不需要說他讀什麼學校讀什麼學校 我覺得他太驕傲了 就是我是覺得不應該用這樣子的態度 他們兩個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正差一個是不曉得 會不會犯錯 跟他讀什麼學校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之前都已經配選了 都已經沒有要競爭了 他把一個等於是他是在貶食 不需要把別人牽托下水 我還是覺得扣分的 尤其要身為一個首都的市長 怎麼可以隨便落淚呢 那如果真的成為首都市長後 是不是遇到的事情 就來倒進來落淚就可以了 因為反正就他們 政治人物的一些炒作啊 什麼的方式 我就覺得看看吧 選舉不就是最喜歡互相攻擊嗎 他們這樣攻擊對方 有些只是要炒作性活 能力比較重要啊 你還是在看大後戲的鼓勵吧 肯定是變差 只是就是他講這種話就是一點 多少會讓人起爭議 要怎麼形容 有一個大一個流氓 要搶一個女生 那女生 那個底幹咬他一口 結果現在每個人都說 那你為什麼咬人 性別多元的時代啊 用這種強言啊 一字眼來形容任何事情 都是非常不好的 我覺得這是一種形容的方式吧 你可以罵別人 為什麼我不能夠還擊呢 我覺得既然你說要言論自由的話 那你有言論 你有自由講我的不好 那我也有自由反駁你啊 你不要攻擊我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也不會 這麼大的反抗 很簡單的就只是一個比喻 如果我覺得用字不孝當 那我個人覺得是 你覺得一個政治人物 不應該講這種話 但如果在我看來我覺得 他講什麼話是他自己的字緣 那他用他的比喻方式去做比喻 我覺得畢竟說來公眾的人 還是講話要稍微保守一點 這些爭議爆發以後呢 有網路的調查做出來 是說高鴻安的負面聲量開始上升 不過有些民眾是認為說 這是選舉到了 互相攻擊也是難免的事